這個事情 我們完全也高一段落了 所有的債都完全歸贏了 幫忙還清大部分債務 他是藝人捧恰恰的金主林鼎文 不只協助成立專屬帳戶還款 還積極幫捧恰恰接業配和通告 沒想到他卻疑似涉嫌洗錢 詐騙和地下匯隊遭刑事局逮捕 我們現在的團隊越來越大 開銷也越來越重 林秉文名下的公司PG Talk 疑似利用類似線上支付的方式 透過購買PGB替詐騙集團洗錢 金流近一千萬 新事局二號前往林秉文住家歹人 之後又前往台北的公司搜索 三號晚間他移送新北地間署付訊後 才訂三百萬元交保 那查扣現金新台幣大概四千多萬元 虛擬貨幣折合新台幣大概是2.06億元 具體12名被告到案 認為被告等人涉嫌違反銀行法 洗錢房子法還有詐欺等罪嫌 而針對林秉文涉嫌犯罪 彭佳佳的經紀人和兒子 對案情了解有多少 基本上太了解了 讓我們真的不清楚状況 經紀人也透露林秉文在債務上 的確很幫忙是個有義氣的人 不過並不清楚他公司的引運 韓國新聞 劉俊男新北報導 臨時報 感谢观看